饺子是我的力量 没有饺子 我生活到现在已经切得到这个了 还有什么去比饺子更重要呢 饺子给我的力量 让我们继续去发展这个饺子势力 在2010年 托家清真饺子传统工艺 也被评为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传承的清真水饺 不光是唇齿间的满足 更是对以往老时光的舌尖记忆 现如今73岁的托朝燕 依旧坚持每天去市场买肉买菜的习惯 这种亲手采买物求新鲜的做法 可以上诉到1898年 第一代传承人 当年来到沈阳回名聚居地小西关 当时就是天天走遍早逝 120年 两个家子过去 托家掌门风雨不雾 那家无老我说小时候 一吃都这样抢没了 那时候还没吃 有时候白面不够了 还有一个那个桥面 抢吃不够 我说这饺子 他们以后 必须把好生给他掌一掌 所以这个对饺子 老有一种特别好感 特别嚮往 过去也是过年吃炖饺子 现在平平常常就可以吃 每到年节 脱巢宴总会聚集全家吃饺子 就像老画说的 饺子是酒 越喝越有 热腾腾的饺子 几叠小菜 配上一壶酒 画匣子一打开 每次都能和家人吃上鸡